大家好,我现在是在火车上 今天做的绿皮火车呢 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湖南的轮村 以及湖北的轮村 现在火车经过的是湖南岳阳的轮村 我在网上听很多网友说 湖南的轮村要比湖北的轮村差很多 看看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 从窗外沿线的风景来看呢 湖南的轮村啊特别的漂亮 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是三层以上的楼房 太阳轮板 宽敞的水泥路 新型的铝合金门窗 有山有水 个人的感觉十分的适合居住 整体上来说外面的装修风格 都是特别的漂亮 都是贴着磁装的 当然了也有很多都是比较豪华的小洋楼 也不乏有一些环保廉价的小木屋 厚山呢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是种了很多的竹子 整体上来说村民之间的房子啊 还是隔得比较近的 密布的空调 感觉湖南人村这边还是特别富裕的 有一些家里面啊甚至还是盖了六七层 风格呢也是呈现这个多样化 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是有这个小汽车 田里面呢也是以种植水稻为主 绿水青山配的这个蓝天白云 确实我觉得湖南的人村很美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他们这边屋顶上的瓦牙也是特别好看的 质量材质都是很好 在整个中部六层当中呢 我觉得湖南的人村感觉不会比江西的差 甚至在晚上还有很多朋友就是说中部六层当中 江西的伦村是最漂亮的 其实我个人觉得并不这么认为 大家看沿线的风景就知道湖南人村这边还是特别富裕的 你看 像这种房子在伦村里面 现在建的话至少得要好几十万 那么我们现在就好好的欣赏一下湖南人村的一个整体风貌 看完之后呢 再来大家一起看一看湖北咸陵的人村 看看两省交界之处到底有怎样的一个反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好 现在火车呢已经进入湖北咸陵的轮村 这边我感觉它的森林覆盖率会比湖南那边要更加宽广一些 你看这边群山黄暴 当然了它这里的房子也是基本上都是这种楼房 宽敞的水泥路 太阳轮板 路冬 感觉轮村呢也是特别的方便 但是总体从这个远处来看 它们这边外表的一个砖修啊 感觉没有湖南的那么漂亮 湖南湖北呢都是以种植水稻为主 在饮食上面呢 其实口味是差不了太多的 你看后山呢也是种植一排排的竹子 但是湖北这边的轮村轰帽呢 我个人觉得又有点像荷兰的感觉 你看这边的房子特别漂亮吧 都是普及的这个太阳轮板 感觉湖北这边呢也是比较有钱 它们这个装修的门川呀都是特别好的 包括屋顶上的网呢 这边也都是很好的 但是我发现他们这边的房子啊 房间都是挺多的 你看 比湖南那边建的房子的房间要多很多 湖南那边一般的房子呢 一个普通的楼房 大概也就三个房间 但是这边的话好像就好几个房间 一层楼呢至少有三四个房间 你看他们这边 这样的话房子就冲锋得到了利用 你像湖南那边 我感觉有时候有一点点浪费资源了 好现在呢咱们就好好欣赏一下 湖北的轮村风貌吧 对比一下和湖南到底有怎样的一个反差呢 致打个人的房子 但是她人是回来的 她在这个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